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又回到台南听听看的节目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建筑的单元 在我们有故事的处的单元中 我们介绍了许多建筑的元素 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 聚焦在建筑的光里头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 这个大江建三郎的故事 然后呢我们张仲宏董事长呢 也提到了这个光暗的故事 他不外告诉我们 其实光的本身 它是大自然中赐予我们 看见事物美好最好的一个元素 我常常觉得说 在一个光的美好的元素里头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镜头 去采集大自然中 许多万象俱成的东西 所谓大千世界没有光 大概就扫掉了许多的颜色 可是我觉得要能够看见光 甚至把一个光邀请到我们的建筑里头 他可能必须要有一个元素 那个元素就是说 他是不是有个镜头 而透过这个镜头 他真的能看见光 那张仲宏董事长呢 常跟我们分享说 这个在他的生活的经验里头 他常常会拿起他的相机 然后呢去捕捉生活中的小事物 我常常发现一个水滴中的光 真的也是万象俱成的 是不是董事长你跟我聊一下 你常常会去看见光 有些时候是透过一个水的感觉 是不是 对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透明的东西 因为透明本身 它是无色 什么都没有 但是它也是什么都有 因为它会反射周遭的环境 所以我常常在 假日爬山的时候 然后尤其早上的时候 会看到一个光点 对 阳光照射的光点 那我就会走进去 拿起相机把它拍起来 去追那个光点它在哪个地方附着 就是它大部分都是露水 露珠 甚至有时候下雨 下完雨的时候 雨水都有 但是我会发现到 那个很精彩的 像这样的光 它经过折射之后 它变成五彩的 鱼之说其实在一个很简单的叶片上面 它清晨的阳光很干净 然后它去照射在一个叶片上的一个水滴 水滴其实是有折射的 如果我们想具体而为 你努力去看 它其实那个光是非常精彩的 对 那其实除了这样以外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发现 有些花 经过光的一个透明跟折射 它有些时候也产生 其实很斑断的感觉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有些时候我会想象 我们家里的窗帘 或是我们家里某些设计 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小花瓣 然后我觉得像这种情况 你也遇到过这样的经验吗 光在一个花上面的一个呈现 对对对 尤其那个水滴很多的时候 你注意看每一滴水滴 它都不一样 它反射的不一样 因为它面不一样 反射的地方不一样 所以它每一株都很漂亮 所以你看 你就会很着迷的 所以有时候 我太太跟我爬山的时候 她都 最后她都不等我 因为您看那个光 然后显现在一个小小的具体 或者书上是很久 所以我想你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以透过这样的镜头 常常去看大自然的一切 所以你就很深刻的会感觉到说 如果假设我们有一个建筑物 光是一定要邀请进来的感觉 对对对对 其实我知道之前 我们有一个四水年华的建案的时候 我去看过它里面 很多很多的很特别的光 那我记得有一次好像它这个是在四城北路的一个这样的建案 然后当时我看过它里面有关那个光的感觉 白天跟晚上的光很大的不同 你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说 怎么样把白天的光放进我们建筑 那怎么样又去采解晚上的光 因为这个建案它的位置也很特别 因为是它两边都是很宽敞的那个圆道 对圆道 它有一般应该90米 所以它基本上那个光是遮不住的 而且它整个可以享受那个大自然 而且是东边到西边 它从早晨的东边开始阳光开始照进来 一直到太阳西下的时候 它产生的光是不一样 你可以坐在那里一整天可以感受到它不同的 光影慢慢的移动的感觉 光影慢慢的变化 而时间就在里头的样子 不管是一个我们从外面的景物看出来 或是你坐在你今天的客厅里头 透过它一个其实蛮镂空的一个窗户 然后你发现好像每天的阳光 邀请进来的时间不同 它的光的折射不一样 强度也不一样 所以那是感觉是很湿情花意的 但是它跟刚刚我们提到的光安的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光安是一个实验的建筑 算是一个艺术的展品 所以是没有人住在那里的 这个是要人住在这里 所以它一定要有 就是因为有生活的问题 还有隐私的问题 对 所以它有某某程度的遮蔽性 至少你在屋子里面的人 它不是被人家完全通透看完了 还有安全的问题 因为它旁边有道路 所以你安全的问题 所以你在设计上要把这个岩树放进去 所以我坐在大厅的时候 我感觉到就是外面的车子在动 但是听不到声音 然后它有好几层 它有水井 有柱子 有廊道 虽然是穿透的 但是你会觉得很安全 而且声音也是一种安全 你听不到声音 表述说 你就很安全 因为没有听到外面的车声 就觉得很安全 可以慢慢静静静的在那边欣赏 所以其实陶渝没讲 他说 揭露在人静 而无车马轩 问君何能耳 心远地质片 我们常常讲说 其实心要远 有的时候 静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的这件事情 透过一个比较好的设计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看见 光在整个建筑物里面移动 那光也产生各种不同时间的变化 然而我宁静的看它的时候 我自然就可以心远地质片 所以这个光如何设计 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要有距离 又要没有距离 然后又要很远 可是看起来它又离你很近 这是一个白天的显现的景象 所以这是一个大自然的光 你怎么去给它采解 对不对 那假设夜晚呢 夜晚有一些时候 我们就发现 我们都市总是充满了各种的光 光到底会不会是光害呢 光到底会不会让我们 一过度逼世界 我发现根本看不到 我们存在的一个建物或是家 所以晚上的建筑物的光 其实它也可能是一种 另外不同思考的事迹 对不对 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看到 晚上的光 其实都是有光害的 而且好像 比较强大的 直射的 对对对 那看起来就那种压力很大 这个是我不喜欢的 所以我的建筑物都采取间接光 那间接光的设计就很重要了 你的光也从容而来 就是不会直接直射在我们的 你看到 你看到是间接的 刺激的眼睛的 对 所以间接光的本身 它必须要透过一个设计 才能感觉到 它没有直接逼逝的感觉 可是产生一种很温雅的 这种情境是不是 对对对 那这个间接光 它大概是一个 怎样的情况的设计呢 像我在四年 四年法的 这个阳台的光 我就是采取这种 它其实只有一个灯眼 但是它有五面反射 对 所以那个灯光是一种种合的 因为它有透过玻璃 透过金石板 所以它反射出来的光是 总和的 是很柔和的 所以你在外面看 你不会觉得到会刺眼 所以这个是没有光害的 所以它必须要有几个点 是放在不是直接照射的一个角度 所以那五个点 它互相整个光源会产生一种 我觉得交错的融合 就是互相会反射 互相反射 它所谓总和起来 所以我记得我看过这个建案 因为这个建案事实上在我们很多 去了解建筑的美学的时候 大家也会当作是一个观赏的 或是说一个学习的建案 这个建案里头 它大概你如果从城市的夜晚 去看它整个建筑 它所呈现的是一种 我觉得很像是一个蓝色的一个情调 很像是一个海洋 这个浮游在海洋的一个建筑物的感觉 然后这个建筑物 它基本上 你看到它的造型 是一个立面式方形的 而且那个光是从那个方形的凹槽里面出来 对不对 对对对 凹槽透过玻璃 透过玻璃然后反射 所以我觉得它就会笼罩在一片 其实很迷离的蓝调的里面的感觉 所以远远望去 我常觉得有的时候会在台中市经过那里 因为它这个建筑物也在台中非常闹区的地方 你会感觉这个建筑物的那个方形的一个一个 沿着每一个楼层 每一个楼层往上 它真的不太像是一个建筑物 它倒像是一个挂满了许多祈福的天灯的感觉 因为样子千蓝色的建筑 一盏一盏的灯影 然后好像是一个一个的灯光 然后在凝视着车水马龙的城市 那种爱爱内寒光的感觉 我觉得很好 所以刚刚那个董事长提到的建筑光 它的基础就是不张扬嘛 对不对 对对 不张狂嘛 也不喧嚣 所以我觉得这倒是可以让我们在 积极营允营 每天很忙碌的生活里头 你可以忘记自己的自身的哀愁跟美丽 甚至也觉得光都那么温暖了 像是一个平安灯一样的一个生气 你也可以在这时候呢 让你自己脚不停歇下来 迎接那个黄昏夜晚 然后呢温暖